HELLO 大家好,我是HIDI 每月最愛回來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的1、2月最愛 其實這麼久沒有拍這類型的影片 就是因為其實真的很少外出 而且很少賣東西 今天為什麼會拍花呢? 其實我覺得除了化妝品、護膚品之外 也有很多生活上的東西 或者最近大家經常留在家裡吃飯 或者經常留在家裡辦公室的話 也有些東西可以推介給大家 所以就有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不如現在開始吧 第一樣要分享的東西 如果你和我都一樣不喜歡自己主動飲水的話 這個水樽非常適合你 讓大家看一下水樽 它是磨砂膠 然後蓋子有一種銅金色 這裏都是膠 它特別之處就是一直有很多不同時間 黑點 由早上8點 一直到晚上的6點 然後設計很簡潔 牌子在這裡 然後有一段文字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其實如果我出街、做運動那些 我一定喝得很多水 但是一長期坐在辦公室 或者家裡的室內地方 我就很少拿杯子來喝水 這個水樽發揮了最大的作用 就是它上面黑了很多不同的時間 譬如現在這樣 現在是下午12點52分 我喝水只喝到11點 所以我一定要喝到1點鐘 就是refill的位置 沒有這個水樽之前 我都可能覺得很久沒喝水了 只喝一個杯子的水 或者喝幾口水 但是當我喝了這個瓶的時候 你有目標去喝到哪裏 其實你一天喝多少水 你是很容易檢查到的 但它有缺點就是 它不能放熱水 暖水那些沒問題 但是如果有100度水 直接沖下去 這個膠瓶就不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之前我剪了頭髮 和又染了頭髮 其實你們看過鏡頭 就知道我的頭髮 怎樣都不是油順型的 畢竟我都漂染了很多很多次 但它也不是那些脆脆脆 一元就斷 或者狂開叉的頭髮 我自己的護理方法 就是不用護髮素 直接用髮膜代替護髮素 我最近找到一個 非常非常便宜之選 就是一個 應該是印尼牌子的髮膜 就是這一款 牙膏脂狀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牌子有少少熟口面 其實就是我之前很喜歡用的 一粒一粒髮尾油 那些髮尾油的樣子 是這樣的 一粒一粒毒辣包裝 我記得10月還是11月 最愛我提及過這個髮尾油 那時候我在激安買 原來都買貴了 最便宜 大家知道在哪裡買呢 就是在街市裡的印尼泡 而在那些印尼泡 我發現了這個髮膜 它是120g 我買的價錢是48元 大家不同街市 應該都有少少不同價格 大家可以去價價 它擠出來是一個很厚實 不會流質的霜霜 聞起來就是那些很香的香精味 不是什麼天然的味 我之前用過很多不同的日本髮膜 我覺得蘇巴基那一粒 其實就太潤了 如果很乾的天氣才剛好 如果不是 頭頂是勁撻的 但如果只用髮尾 我的頭頂還是乾乾的 然後 Vino那一開始都OK 而且它也算是值得用的 但用一下就越來越沒有那麼潤 不知道是否你的頭髮習慣了它 所以我最近 轉了用這隻 你吹完頭就會發現 其實幾大明顯的分別 如果你一個星期用一次 感覺上不夠大 如果你和我一樣 在這些票染很多次的受損髮質 不妨當它是護髮素 那樣用 你就會發現你吹頭的時候 頭髮的髮質是好 然後我最近很喜歡用的一支唇膏 就是Canmake的 深深唇膏04號色 包裝就是很簡潔的金色筒 裡面的深深已經被我用到扁了 看不到 塗出來是很水潤光澤 然後有一點透透的南瓜啡色 這支唇膏的顏色其實蠻獨特的 和我手上的其他唇膏不同 因為其他唇膏 你塗完後可能會比較沉 比較大 但這支唇膏不會令人變得太成熟 太知性 它仍然有一種青春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這款顏色 而且塗上它是很順滑的 不需要任何技巧 怎樣塗都可以 但它也有些缺點 第一就是它非常不像狗 因為 這樣已經整個唇印都掉在手上了 所以我戴口罩的時候是不會選擇它 而且你塗這支唇膏一開始 會覺得它真的很滋潤 好像Opera那些 但它跟Opera那些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Opera那些 你塗完之後 你真的覺得自己的唇膏是潤了 但這支其實是有點假潤的 它那種潤和顏色都好像在唇上一層的 隨著時間慢慢流細的話 唇膏會開始變乾 它不是真的一支潤唇膏 讓唇膏變得滋潤 這件事也需要留意 但它的顏色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它也會入選了我的1、2月最愛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款綠色的Corn 其實我現在已經戴著了 是不是覺得很自然 完全不像一些青BB的綠色Corn 之前也跟大家推介過另一款綠色Corn 就是OLANDS的secrets系列 而今天這款其實是日本Corn 這個就是那個牌子 它這支綠色是有點偏向孔雀的 低調自然一點 看上去就好像一些寶石的顏色 其實這個系列的Corn 我不是第一次介紹的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同一系列紫色都很漂亮很自然 但不要以為我說過兩隻都漂亮 就整個系列都衝了去買 我真的有一款是這個黃色 都是同系列的 我真的戴完之後 馬上脫掉它 我只戴了一隻 就已經受不了了 它是像那些Cats的貓眼 很奇怪很淺色 金黃色好像老虎一樣 真的很恐怖 所以這個顏色 它叫什麼名字? EMBER 雖然說是琥珀色 我覺得琥珀應該是很漂亮的顏色 不是 所以大家就要針對一下 論舒適程度的話 我覺得韓國O-Lens是稍勝一籌 戴它8-10小時都是沒問題的 但日本這一款 我覺得到6小時已經是我的盡頭 我已經忍不住 通常要脫掉它 所以大家也可以用這個去做一個參考 接著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食類 這陣子經常都留在家裡 有沒有人敢出去吃火鍋? 沒有 在家裡吃火鍋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湯底 是非常好吃的 包裝就是這樣的 這個湯底 我在家附近街市買到的 它不算特別便宜 一包一次就$52 在香港製造 裡面是沒有添加任何味精和防腐劑 所以真的沒有那麼頸殼 我現在手上這個就是胡椒豬肚火的湯底 裡面是有小小的豬肚 然後有胡椒 有些腐竹 但就不是算很多料 但可以兩個人吃 都不會只差一兩塊 另外我也會推介 他們的椰子雞湯的火鍋湯底 很清甜 那個綠菜真的很好吃 我爸爸媽媽是要喝的湯 真的好像外面過$100的湯底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街市試試看 最近吃火鍋也是在家製的 試試香港自己製造的東西 另外HOME OFFICE 經常在家製米粉、麵、餃子 都很想加一點醬調味 推介大家一個醬 就是這一瓶的銀蝦XO醬 這瓶是在大澳買到的$50多一瓶 它是不含味精和人造色素 也是自家製的 牌子就是泰基 我打開的瓶已經很香 裡面是超足料 不只是一層油 很少拿 它有很多蝦仔 它的口感是脆薄薄 每一口都鮮 它說是超辣 但只是BB辣 一般人都可以接受到 很野味的 大家看到我吃了差不多一半 我很擔心自己也不會經過大澳買不到 在長洲我就找到一種類似它的東西 這個就叫做蝦仔醬 你會看到一樣是很足料 但我這個開不到 它是油份比較多 稀稀稀稀的 但是兩個有少許分別 這一瓶的XO醬層次比較多 因為裡面是有乾瑤柱 然後是辣椒、蒜、乾蔥等 來製造 而這一款只有銀蝦 脆薄薄而言 也是XO醬比較上很厚 這一款的蝦雖然炸過 但是 都還未去到那種熟熟的聲音 但是它的鹹鮮味 就會稍勝一籌 因為全部都是蝦乾 個人口味 還有看你經過哪裏 兩個用來送飯、粥、麵、粉 都是一流的 對 是不是好像主婦在推銷 我還是快點結束 好好好 我們去一點點的一部分 就是講零食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零食 因為經常問我為什麼不吃零食 我都吃的 不過我真的選擇得很厲害 很少的零食令我停不住 這一款是瑪莎製出的 很久歷史了 我從十歲到現在三十多歲 都還是很喜歡吃的 包裝非常簡潔 它就像蝴蝶酥一樣 但上面有脆脆脆的焦糖 然後中間就有那些類似 紅莓的啫喱 一打開你已經感覺到那種 又肥又不健康的牛油味 真的很棒 它就沒有圖文不符 真的跟剛才包裝的樣子一模一樣 真的很好吃 我吃了二十多年都覺得它真的很棒 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雖然外面有糖 中間有果醬 但它不是那種死甜很膩的 它那些果醬有一點酸酸的 令你一邊吃下去 都覺得不會太滑 不會一邊甜到卡住喉嚨的感覺 是不會的 你會一路無止境地吃下去 超邪惡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一個好吃的零食 可以找它 但如果你想找一個健康的零食 它就不是那樣東西了 好了 那我今天這個一二月最愛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燒傷大家呢 對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片 記得按LIKE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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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